我们镜头来到郭子舅音乐文化馆 在馆内有举行了彰显20240正章艺术创作展 期盼能够传递就地取材 万无皆有存在意义的精神 而展期到4月14号也欢迎大家前往参观 睽違一年在度应财团法人 郭子舅文化艺术基金会邀请 擅长目光的山林工坊艺术家林郑章 值一期在郭子舅音乐文化馆 带来彰显20240正章艺术创作展 展出五十余艺件 有螃蟹 蝎子瓢虫和花卉等造型的复合装置艺术作品 彰显是一个我们今年度 特别彰显出不一样的 就是以这些动物型的 去年我们是同行 今年呢我们彰显 彰显出不一样的一些 我们说的用一些石头来去彰显出这些样貌 那我们在就这样的一个平台 让我们发联在地的这些装作人 可以在我们的酒店让国际旅客 都能够感受到花莲的人文艺术跟美 这是我一直在这个酒店里面 我一直非常支持 我一直想要做的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花莲就是石头很多 石头花莲石头最多 然后我们 我平常喜欢剪石头 然后剪到的石头 我去看说它能够做什么表 像我们做一些动物类的 像一些作品的一些呈现 都是以实际剪到的东西去做一个很直接的衬托 然后一些多余的一些建材材料 或者是一些创作的作品结合在一起 让它呈现一个比较自然 我认为是比较自然的一个东西 然后生活上可以用得到 因为大部分都做灯 生活上可以做一个夜灯 保留纹理并和复合媒材结合 将日常器物赋予新的意象和价值 过着旧文化艺术基金会执行长朱根立表示 艺术家作品符合基金会推广生活美学理念 期待民众从艺术创作 启发想象力和创造力 展期结束后将有部分作品 以展莉莉华美达安可酒店的安可一郎 也成为首位进驻客房展售的在地艺术家 记者蒋邦彦 黄林氏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